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大孩子了 有一天二毛的主人对我说 陶三儿啊 你长大了 该回家了 你属于大山 我知道我属于大自然 不能总在这儿待着 可是 几个月的陪伴 我早已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 于是 我想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每天早上我来找二毛玩 天快黑的时候我就回家睡觉 这样一来我不给二毛家添麻烦 也省得妈妈惦记我 现在的我不仅是妈妈手心里的宝 还成了全村的团宠 我用两个家呢 别提多幸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